包括臉部手部或身體各部位的肌膚保養 已經是現今多數都會男女都會注重的課題 不過面對即將到來的秋冬季節空無高峰期 受不注意可能會對肌膚造成嚴重傷害 又該如何因應呢 多數人認為只要注重基礎保養及防曬就足夠了 就是平常很重視的是清潔跟保濕 不過皮膚科醫師對於該如何預防空氣污染造成的肌膚傷害 倒是有不同的看法 單單清潔其實是把皮膚表面給除掉而已 回到家裡還沒有吸收精力留在表面清掉而已 其實那個幫助當然有限 我們比較擔心的是說它進了皮膚以後造成的立即傷害怎麼樣 那那個傷害是非常快速的 所以事先的防護比事後的清潔來的重要 醫師表示空污中的PM2.5細懸浮為例 不只會破壞皮膚結構甚至加速老化 那麼您又該如何選擇保養品 才能把傷害降到最低呢 最常用的一些成分是一些抗氧化的成分 跟抗發炎幫助修復的成分 一旦有傷害過來直接把它中和掉 這個是最重要的防護 在市面保養品裡面比較常用到的一些酵母的推取 這些酵母的推取它會通常透過一些生物發酵的方法 會讓一些能夠對皮膚有益處的成分 讓我們皮膚能夠更好的吸收利用 醫師建議日間可以選擇含有提升肌膚抵抗力的保養品 來降低外界所造成的傷害 夜間則是選擇使用有肌膚修復成分的保養品 才能讓皮膚隨時保持最佳狀態 安利新聞陳麗芸 陳柏惟 台北報導